范强去了哪里 范强为何会频繁给陈振宇下任务 范强会不会就是最后的幕后主使呢 相信这是很多观众看完第三集破窃想要知道的答案 其实从第一集开始 悬疑就在不断地产生 如何才能得知剧中所有谜团 其实我们弄懂第一集中埋下的三处伏笔就知道了 别的不多说 就凭这部剧 三分钟就能让人过足戏意 你先做得真不错 值得大家去追到最后一探究竟 时间定位于2026 一个没有国界 没有污染的工业生产区内 上演着一些令人疑惑的桥段 故事主要围绕多位命运不同 但长相酷似陈振宇的人 在一场游戏中 开启了一段密探之旅 跌宕悬疑的剧情 再加上诡异的音乐 让人不自觉地就进入到剧情中 去猜想 到底还会发生什么事 到底谁才是幕后的真正主使 如果回过头来 我们去细细琢磨第一集 就会发现 只要搞清楚 剧中第一集中的三处伏笔 就能看懂整部剧中的谜团 第一次出现的伏笔 就是剧中多次出现的一个特殊手势 单从第一集 就出现了四次 第一次是出现在转盘上 第二次是出现在档铺人员的手上 第三次是出现在档铺的印章上 第四次是出现在游戏的开展界面 为何同一手势会多次出现 肯定不是巧合 必定代表着某种神秘组织 第二个伏笔就是最具迷惑性的数字十一 十一在第一集中出现了三次 首先剧情刚开始 出现在大门上 还有后来陈振宇买马的号码 最后是陈振宇接到的任务 都是这个数 而且十一这个数字 似乎和主人公陈振宇也有某种联系 毕竟当陈振宇刚买完马 就说了一句 我相信 运吉会比他们先找到 为何陈振宇会如此自信呢 这代表着十一就是陈振宇的幸运数字 更是他将来要面对的十一种人生 第三处伏笔当然是关于谁 才是最后的幕后主使 其实在第一集中 陈振宇能够轻松顺走档铺店的手机 就挺具有迷惑性 而且当陈振宇拿手机时 档铺店还有很多同款手机 这显然就是在等着别人拿走 只是不知道档铺店这么做 究竟是对顾客的一种考验 还是一种阴谋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档铺店的老板 一定是整部剧的最大buff 三处伏笔 贯穿了整部剧的主线 对于这部剧 很多人觉得 李献折服这么久 才出一部这么短小的作品 让人看不够啊 其实视频不在于短 而在于精良 剩下的十一个 虽然短 但每一帧画面 每一句话都是细节 你敢说这部剧故事不完整吗 你敢说这部剧不够精彩吗 故事既完整 内容也足够吸引人 所以李献这部剧赢了 因为他知道 在当下物欲横流的娱乐圈 明星靠一部剧走红后 最好的办法 虽然是多上综艺来增加曝光量 但是李献却没有 他反弃道而行之 不仅很少参加综艺 还潜心磨练演技 精心挑选剧本 所以李献拍这部剧 看重的不仅仅是剧情 更多的是对演技的磨练 毕竟作为演员 能够一人分尸多角 是一种高级别的考验 12个人 12种性格 甚至12种声音 作为偶像派的理线 他完美饰演了 也成功地完成了 从偶像派到实力派的转变